有那個痕跡比較深的這個都是 然後這邊 事隔三個多月 氣爆受傷的王姓司機 在他身上還看得到 灼傷的傷痕 同時因為灼傷的後遺症 讓他現在無法長時間工作 只能打零工為生 我持續如果十幾分鐘 在搬中的東西 就一定會收不了 一定要休息 今年7月 王姓司機開車 幫水產公司送貨 沒想到車上 用來冷卻水產的 液態氧鋼瓶發生氣爆 王姓司機當場被灼傷 送醫住院兩個多月 才慢慢的恢復 而令他不解的是 水產公司當時表示 要每個月給3萬塊安家費 同時要辦保險理賠 但必須先簽和解書 沒想到簽了之後 業者連保險金 總共只給了他10萬塊 之後就不聞不問 簽完之後保險金有下來 但是我們口頭上的那些安家費 跟一些醫療的 自己花的支出 那個他都沒有 對於王姓司機的質疑 業者澄清 他們從事發後 就一直協助處理 如果要走法律程序 也願意配合 而爆炸的鋼瓶 警察確實是秀石引發氣爆 但是因為規格是500公升以下 不受法令規範 讓王姓司機無辜受害 現在他只希望相關單位 能夠訂出更嚴格的規範 不要再出現下一個受害者 藉由李孟章黃仲英台中報導